东厂管得了的我要管 东厂管不了的我更要管 先掌后奏 王权特许 这里就是西厂 那么真实历史上 东厂 西厂这两个机构 他们有何区别 到底哪个权力更大 首先 东西厂都是皇帝为了独揽权力而设立 只听命于自己的部门 这两个部门都独立于法律之外 受皇帝直接领导 东厂由名城组诸地于1420年建立 东厂的职责是监督锦衣卫和文武百官 只要有威胁皇帝统治的嫌疑 东厂都可抓捕 代表人物有风暴 魏忠贤等 西厂成立时间比东厂晚 由于明宪宗不信任锦衣卫和东厂 于1477年设立西厂 算是一个临时机构 西厂设立之初 人数多于东厂 监督范围也比东厂更广 除了能监督锦衣卫和文武百官 还能监督普通百姓 可以先掌后奏 私自对有嫌疑的犯人关押 用刑 西厂全是鼎盛时 疯狂打压东厂 角的东厂毫无还手之力 代表人物有汪值 刘景 因为权势过大 所以西厂两次被撤销及复开 明武宗后彻底废除西厂 东西厂斗争才就此落下帷幕